哥,不好了,咱妈离家出走了 什么,那赶紧去找啊 不用去了,你妈呀,就是被我爸赶走的 爸,您为什么把我妈赶走啊 女婿啊,你妈一个农村人 红身脏兮兮的,和我生活在一起不合适吧 爸,这是我家 这种事,您至少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吧 你家,您是和我过日子啊 还是跟那个三老婆子过日子啊 女婿啊,您体谅体谅我们 我们可是城里人 受过高等教育 活得很精致的 总和你妈那样的粗人生活在一起 会影响心情的 爸,您说的这叫什么话 子不嫌母丑,狗不嫌佳品 既然我和雅丽组成了家庭 那您就是我亲爸 我的妈也是雅丽的亲妈 我们都成一家人了 哪有互相嫌弃的道理啊 你妈都走了 你还想跟墨迹省呀 赶紧让司机把车开过来 我要带我爸呀买点件新衣服 嫂子 我妈她为了讨好你们 给你们洗衣服 要给你们做饭 她就是怕你们嫌她碍事 可是你们还是把她给赶走了 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呀 你真想下来的死丫头 你吃我们家的 喝我们家的 以后再敢插手我们家的家事 你也怎么走人 够啊 雅丽 咱俩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我钱不用你赚 搬不用你上 你想买什么 就给你买什么 你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 全搬到我的故事来上班 那是因为我宠着你 挂着你 但是你这一身臭毛病 都是我给你挂出来的 现在你连我的家人都容不下去 再照这样下去 我看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女儿呀 看看你的好老公 已经开始数了什么了 以后啊 老婆好看打着你呢 你 雅丽 今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现在就出去 把我妈给我找回来 不然 女儿呢 当初爸就说 你不要嫁给农头人 你看 他们什么德性呢 我告诉你 我死都不会去的 他要是还敢回来 我就带着爸爸把他弄走 好 这可是你说的 郭亚丽 我限你一个小时之内 你和你爸 从我的家里搬出去 你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立国 既然 你们这么瞧不起我们农村人 那咱们就好聚好散 如果我连我的母亲都保护不了 那我还算什么男人 哦 对了 没有我们农村人 你们两年都吃不上 走 妹 咱们去找嘛 退让几分 你是绑架的人 你帮了我的魂 困在其中 就想不到指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监